在冷战结束后 政治学上似乎没有一本书 能像福山的历史的终结 与最后的人那样充满争议 以至于这本书成为了一个符号 有人热烈拥抱该书的结论 也有很多人对其发出质疑 但在有关历史终结论的争论中 人们的讨论往往陷于表面 从而误解了福山原本的含义 政治学者刘宇解释道 历史正在走向终结 这当然不是说制度竞争已经消失 而是指制度竞争背后的观念竞争正在消失 这几十年来 历史其实并没终结 政治斗争的主线 从意识形态上的左右 变成了身份认同上的族群 不管是美国的特朗普现象 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 欧盟国家里主张脱欧的排外政党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 土耳其的贩突厥主义 刘宇总结道 人们惊异地发现 即使摆脱了意识形态教条 人类社会也并没有走向一种普遍的理性主义 而是陷入了一种碎片化的 亦然亦爆的新部落主义 身份政治成为了理解当下政治危机的重点 福山的新著身份政治 即讨论了当下身份政治背后的激励 福山认为 将政治的核心议题从阶层转向身份 这是一封信被投寄到了错误的地址 真实的问题是全球各国不平等的恶化 是国家能力的缺失 是技术变革对劳动者的威胁等 要理解身份政治艺术的出发点 不妨从两个现象说起 一个是伊斯兰国的欧洲志愿者现象 根据国际反恐中心2016年的一个报告 欧盟成员国中有4000人左右 奔赴中东参加圣战 其中英国700多个 法国超过900个 比例1500个左右 在此 由之一提的恐怕是丹麦 在其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 福山曾提及 由于丹麦的政治典范意义 政治现代化的问题 可以被表述为如何到达丹麦的问题 在这个典范国家 2011年以来 有125个志愿者奔赴中东参与战斗 其中大部分是加入伊斯兰国 已有27人死于自杀袭击 引人注目的是 这些志愿者 大多是生于长裕欧洲的穆斯林移民后裔 另一个现象 则是共和党的蓝领工人支持者现象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 62%的白人蓝领工人 把选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 成为他胜选的决定性力量 不过 特朗普并非那个为共和党 赢得蓝领工人的领袖 1980年以来 里根 布什父子 麦凯恩 罗姆尼等共和党候选人 都曾赢得多数蓝领工人的选票 换言之 工人皆曾从民主党导向共和党 是过去40年左右的趋势 而非源于特朗普的个人魅力 为什么把这两个现象放到一起 表面而言 欧洲的圣战志愿者和美国的蓝领工人 二者风牛马不相及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即 其政治选择似乎都与其直接利益背道而驰 就那些圣战志愿者而言 这些年轻人在欧洲可以说衣食无忧 至少物质生活水平远远好于战火纷飞的中东 但他们义无反顾地弃名投案 事实上 有研究显示 就美万人的圣战输出者而言 发达国家居然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 就那些共和党的蓝领支持者而言 纯粹从利益角度来看 他们的投票方向也令人费解 民主党才是那个更支持工会 更主张提高最低工资 更主张扩大政府医保 更支持扶贫济弱的政党 也就是更合乎蓝领工人的利益 但是 近年 他们中的多数却摒弃了利益考虑 非理性地给共和党投票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两个群体会选择如此非理性的行为 这个问题 以及无数与此类似的问题 或许正是福山写作《身份政治》一书的初衷 身份政治的崛起 事后冷战时代的新现象 令很多人措手不及 此前 全球政治斗争的主线是左右之争 1989年苏东阵营解体 宣告冷战的结束 人们似乎有理由欢庆一个理性时代的到来 也正是在这个时刻 福山写下了著名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在其乐观主义的论述中 历史正在走向终结 这当然不是说制度竞争已经消失 而是指制度竞争背后的观念竞争正在消失 全世界所有的制度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制度 这一话语策略本身 正是这一观念竞争终结的表现 然而 此后 历史并没有终结 它只是切换了一个跑道而已确切地说 政治斗争的主线 从意识形态上的左右 变成了身份认同上的族群 有时候 这种高涨的族群意识 体现为民族主义或种族认同 有时候则体现为宗教情感 还有时候体现为性别或兴趣向意识 等等 人们精益地发现 即使摆脱了意识形态教条 人类社会也并没有走向一种普遍的理性主义 而是陷入了一种碎片化的 亦然亦爆的新部落主义 只有理解了这种新部落主义 才能理解上述非理性的政治现象 尽管穆斯林后裔在欧洲衣食无忧 但或许是由于边缘身份所产生的怨恨 或许是西方原子化生活方式带来的失落 其中一些极端分子试图寻找更温暖的集体 加入 更宏大的斗争 而伊斯兰国 恰恰以其狂热的团体性和清晰的意义感 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去处 同样 就美国的许多蓝领工人而言 尽管他们更可能从民主党的政策上获利 但是大量移民对其文化认同的威胁 以及某些进步主义话语对他们的妖魔化 使其宁愿导向共和党来捍卫其身份认同 显然 体现后冷战时代新部落主义兴起的 不仅仅是上述两个现象 放眼望去 无数国家的族群冲突都在死灰复燃 在印度 国大党独大时期的政治世俗主义 日渐受到挑战 印度人民党所煽动的印度教认同 重新点燃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 在印度尼西亚 各大宗教平等原则逐渐被侵蚀 宗教保守派向司法系统施压 使印度尼西亚的宗教信仰环境变得更加逼测 在南非 曼德拉和德克勒克所达成的妥协 曾经是种族和解的传奇 但是近年 逆向种族主义政党不但开始壮大 也推动了非国大政府的民粹化趋势 总之 似乎各国民众都从一场理性的昏迷中苏醒 重新拥抱自身的族群身份 甚至将其开发为一种政治武器 某种意义上 身份政治是历史的终结艺书的续集 历史的终结收篇于承认这个概念 而身份政治恰恰从这里开始 尽管福山主要是个经验研究型学者 但其政治价值观始终在经验研究背后若隐若现 如果说这个价值观有一个核心概念 那就是承认 在黑格尔史观的影响下 福山始终认为 寻求相互的 对等的承认是政治制度演化的根本动力 根据这一观念 政治现代化 就是在承认的失衡中寻找承认的均衡 宗教改革唤醒了个体的内在自我 启蒙运动则要求对这一内在自我给予外在承认 法国大革命进一步通过军事力量 去落实这种承认 这种为承认而展开的斗争 历史上曾有过各种形式 自由主义路径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争取 因为在近代化的早期 承认的敌人是王权 所以人权是对王权的抵抗 社会主义路径则强调无产阶级夺权 因为当传统的王权隐退 有产者成为无冕之王 于是将无冕之王拉下马来 成为新的政治目标 到了21世纪 通向承认的斗争则聚焦于身份认同 这时候的敌人不再是王权或资本 而是他者或想象的他者 这看似是一种政治上的反族现象 仔细想来却并不奇怪 冷战结束以来 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空前的超级全球化阶段 某种意义上 身份政治的崛起是对超级全球化的文化反弹 固然 这种反弹在各国以不同的形式展开 但无论是欧美的右翼民粹主义 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印度的印度教复兴 匈牙利的基督教回归 或是土耳其的保守主义回朝等 都是在与他者遭遇的过程中 人们重新穿上传统的盔甲 抵御自我的流失 只不过 与启蒙时代作为个体的自我不同 这个时代的自我越来越具有集体的面目 因此 未承认而斗争之所以无比艰难 未必是因为这场斗争 遇上了什么坚不可摧的敌人 而是因为每一轮斗争的胜利 都引入另一种形式的失败 自由主义的斗争打倒了王权 但是它引入了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权力 社会主义的斗争能够打倒资本 但它又可能引入高高在上的官僚权力 过度强调个人权力消解人的归属感 过度强调归属感又可能抑制个体自由 承认难以达至均衡 最终未必是因为反动力量的傲慢 而是因为一种形式的承认 和另一种形式的承认 可能相互格斗 相互消解 新部落主义 是对冷战后政治乐观主义的沉重打击 近年 一个众所周知的全球性现象 是民主衰退 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政治极化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动荡 或威权国家的威权深化 都呈现民主衰退的不同维度 何以如此 为什么人们无法肩负他们自己通过艰苦斗争 所获得的自由 显然存在各种原因 其中最重大的 或许正是身份政治的崛起 各种被身份意识所点燃的政治激情 如同一场飓风 将一艘艘本来沿着启蒙理性道路前进的船只 吹得七零八落 纷纷偏行 首先 最引人注目的 显然是过去数年欧美的政治极化现象 也是身份政治一书的分析重点 就美国而言 20世纪50年代 白人和少数族裔 给两大政党投票的比例大体接近 但是 到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 90%的黑人 63%的蜥蜴 67%的亚裔投票给了民主党 而56%的白人投给了共和党 两大政党的种族色彩清晰可见 固然 部分白人由于相对地位跌落而产生的怨恨 是重要原因 但福山也没有将所有的责任推给他们 对某些进步主义者而言 身份政治成了严肃思考的廉价替代物 在他看来 民主党对身份议题的过度热衷 导致了很多底层白人的疏离 而进步主义者们对美国传统的贬低 甚至污名 化 更是令其愤怒 同样引人注目的 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民主倒退乃至崩溃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来 全球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民主转型大跃进 短短40年时间 竞争是民主政体 从40个左右升至100个左右 然而 诸多新兴民主不是从此开始扬帆远行 而是纷纷重新落入水中 究其原因 身份政治仍然是核心因素 为什么埃及的民主只运行了两年就走向崩溃 因为脆弱的新生民主难以承受政治 伊斯兰派和政治是俗派之间极度的撕裂 为什么伊拉克转型如此动荡 因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 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 极端逊尼派和温和逊尼派的冲突 在伊拉克处处点燃了战火 为什么津巴布韦在赶跑了白人殖民者之后 从非洲粮仓变成了世界通货膨胀之都 因为穆迦被成功 将白人塑造成了一切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在这个过程中 政治精英通过煽动仇恨来实现权力的野心 与无数民众寻找归属感的渴望相互遭遇 相互成全 表面而言 各国政治戏剧琳琅满目 但归根结底剧情大同小异 多是身份 政治的高涨堵塞了民主体制的优胜劣汰功能 身份政治也恶化国际政治秩序 将政治计划从国内搬到了国际舞台 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的民族冲突 酿成了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的战火 911虽然只是20个极端分子所为 却拉开了全球反恐战争的序幕 1994年的卢旺达屠杀 不仅杀死了数十万卢旺达人 也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卢旺达、布隆迪、刚果、安格拉、乌干达等国之间 引发了非洲世界大战 伊斯兰国的崛起不但摧毁了数个中东国家 锦南明朝也以一种巨大的涟漪效应 恶化了欧洲又一民粹主义 今天 中美矛盾不断反复与升级 也引发无数关于修习底德陷阱的讨论 身份政治崛起之处 国际冲突的乌云就会开始聚集 总之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或者国际社会 身份政治的激情都逐渐扩散为失控了大火 四处熊熊燃烧 在福山看来 将政治的核心议题从阶层转向身份 这是一封信被投寄到了错误的地址 真实的问题是全球各国不平等的恶化 是国家能力的缺失 是技术变革对劳动者的威胁 等等 但是 当下全球崛起的却是民族主义 宗教 极端主义以及各种身份群体 在受害者金字塔上竟相攀登 消防员在勇猛奋战 大火却燃烧在别处 然而 错误的地址又情有可原 毋庸置疑 身份认同是人性的处境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并非以抽象的个人身份到来 而是与生俱来携带有一个国家 一个种族 一个民族 一个性别 一种语言 还常常有一个宗教 的印记 这些身份网络构成每个人自我塑造的基础 某种意义上 具有亲疏远近属性的认同圈层不但是自然的 甚至是好的 因为他扩大信任的半径 用经济学语言来说 他降低交易成本 用社会学家的语言来说 他增加社会资本 而用文学家的语言来说 他为过度理性的世界涂抹上一层有爱与温情 现代化和全球化则进一步强化 这种人性的处境 现代化意味着传统 稳定的社区纽带被打散 现代人的生活成为一场漫长的流浪 人们不断被抛入陌生的地点 陌生的群体 陌生的关系 独自承受一切挑战 这种原子化状态 驱动着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心理 人们试图在不断分崩离析的世界中 抓住一点什么 哪怕抓住的仅仅是想象的共同体 全球化的加速 则不断延长流浪的距离 并通过更加辽阔的可能性增加自由的重量 于是 对自由的逃避成为一场竞赛 族群冲突成为这场竞赛中的踩踏事件 当然 政治永远是塑造身份政治的核心力量 纳粹的兴起 不仅源自欧洲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反游主义 而且源自希特勒集团 有组织的仇恨煽动 前南地区的战争 不仅仅是因为该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敌意 也是因为政治领袖有意识的动员民族主义 以争取选票 在殖民者已经离开几十年之后 紧巴不为黑人对白人的仇恨 也不完全是自发情绪 穆加倍不断升温的仇恨教育才是核心动力 一百年前 世上并没有印度 坦桑尼亚 新加坡或印度尼西亚之类的国家 但是 新生的国家始终在通过教育 经济 官僚系统乃至暴力 在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之间 揉捏出国族认同 因此 当我们使用想象的共同体来描述族群认同时 或许始终应当追问 谁的想象 通过什么再想象 强烈的身份认同是人性的处境 更是政治的后果 身份认同也不总是产生消极后果 历史上 在各种反殖民和反霸权的斗争中 民族主义往往是集体抗争最好的催化剂 拿破仑作为马背上的启蒙者 能够一度在欧洲取得节节胜利 正是因为他唤醒了欧洲各民族的民族主义 二十世纪印度的独立运动 中国的抗日斗争 非洲的反殖民主义 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等 无不借助于各种形式的身份认同 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 以身份认同为动力的政治斗争 进一步深化为各种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 女权主义 反种族主义 同性恋平权运动 移民难民的权力抗争等 无不彰显身份认同所能激发的政治爆发力 这些运动的成果显示 身份政治不但可能与自由 平等 博爱等启蒙价值相互兼容 而且是达至这些目标极其有效的动员加速器 身份认同的价值不仅在于政治动员 也在于责任伦理的培育 诸多研究显示 在族群高度同质性的社会 人们对福利供给和公共服务往往更具热情 而在族群高度分裂的社会 人们则对财富转移更加保留 这一点不难理解 通常人们会对自己眼中的同胞手足更加慷慨 而对非我族类更加戒备 北欧各国的高税收 高福利之所以多年通行 或许正与其社会的高度同质性有关 而近年波及整个欧洲的难民危机 不断影响了北欧的政治生态 也可能会冲击这些国家的经济模式 进步主义者 抱怨欧美底层民众对非法移民和难民的疑虑 然而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 根据情感纽带的次序格局安排资源分配 不但是人性无奈的处境 也合乎先来后道的排队伦理 一方面身份政治 常常是各种暴力冲突和民主衰退的核心机制 另一方面身份认同 历史上又曾经是各种进步运动的助推力 如何理解这种矛盾 为什么有时候激烈的族群认同 会孕育出纳粹主义 或者卢旺达屠杀这样的洪水猛兽 有时候又成为反殖民主义 和民权斗争的催化剂 在好的身份政治和坏的身份政治之间 存在什么样的区隔 不妨观察一下塔利班这个组织的两面性 与今天我们心目中十恶不赦的形象不同 最初的塔利班是个抵抗苏军占领的组织 也就是说 在其先天的政治基因中 有其和理性的一面 他所争取的是阿富汗的独立与自由 但是 众所周知 上台后的塔利班成为一个残酷的压迫性政权 以其狭隘的原教旨主义教育作为执政方针 剥夺女性权利 打击宗教一己 禁止政治自由 并使阿富汗成为恐怖组织的避难所 进步的塔利班和反动的塔利班 根本差异在哪 或许在于 前者所追求的集体自由 是个体权力的必要通道 而后者则以统一教育去压制个体权力 如果不驱逐侵略性的苏军 阿富汗的政治选项会被极大限制 公民权力被极大压缩 在这个意义上 解放阿富汗是解放每一个阿富汗人的前提 族群动员成为个体解放的必要通道 但是 驱逐苏军之后 塔利班根据极端教育制定法令 压制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其自身成为个体权力最大的禁锢 换言之 身份政治具有天然的集体性 当这种集体性成为个体权力的辅助性力量 它往往呈现出进步性 而当这种集体性成为个体权力的压迫力量 它常常变得反动 何以个体权力成为集体认同的尺度 根本而言 原因或许还是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人的尊严 人到底应该通过什么获得承认 固然 如前所述 每个人都携带着特定身份来到人世间 这些身份给每个人提供一个作为初始设置的情感圈层结构 和意义诠释系统 但是 人之为人的价值 到底是来自于某些固定不变的集体性特征 还是一个人突破初始设置 进行自我塑造的能力 如果我们认可人的价值之所以高于植物动物 恰恰在于人类自我塑造的能力 那么或许就不应把人的价值锚定在其初始设置之上 这也是正是激进身份政治的问题所在 他过度强调每个人的初始设置 即一个人的种族 性别 民族 宗教或者兴趣相等特征 以至于将每个人视为特定集体属性的囚徒 当然 自我塑造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摆脱其先天身份 成为一个抽象的 漂浮的个体这就像摆脱历史一样不可能 自我塑造的含义 并非抹去与生俱来的身份印记 而恰恰是在既有的身份属性之间取舍 排序 柔和 同时选择性地融入不同的他者 从中创造一个独特的自我 先天印记是形塑自我的材料之一 但也仅仅是之一而已 这并不是说 身份认同 仅仅具有服务于个体权利的工具价值 毋庸置疑 有认同所凝聚的每一个社群 其内部的有爱与责任感具有内在价值 人们甚至可能为了这种有爱与责任 让读部分权利 但是 让读我的权利与剥夺他人的权利不同 前者基于自主选择 后者基于强制暴力 当一个人基于自主选择而让读个体权利 以实现社群责任时 他本质上还是在进行一种个体权利的实践 尽管其实践目的是他所真爱的集体价值 以对个体权利的尊重程度去衡量身份政治的利弊 使我们发现隐藏在多背后的一 近年 多元文化主义越来越成为多族群国家 解决族群冲突的政治理念 人们越来越相信 文化融合或童话是不必要的 各个族群各美其美不但可能 而且多样性是力量的源泉 但是 多之所以能够和谐共存 是因为背后有个一 即 允许不同观念 文化和宗教并存的自由空间 没有这个一 多就成为撕裂性力量 塔利班不可能与基督徒共建多元文化主义 正如纳粹不会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帜下 与犹太人和谐共处 无是这个一 多元文化主义将蜕变为文化相对主义 这种文化相对主义正是福山在书莫所警惕的 相比多元文化主义这种方案 他更认可的是信条国家方案 在他看来 自由民主国家有充足的理由 不围绕一系列不断繁殖 外人无法进入的身份共同体来管理自己 更好的策略是培育信条身份 即 基于对宪政主义原则 法治 民主责任制 以及人人生 而平等的信条 来构建我们 换言之 一是多的前提 多是一的后果 强调信条身份而不是族群身份 在这个时代似乎不合时宜 因为他看上去是在用某种文化霸权 取消各种文化的独特性 这种看法 低估了多元主义对自由空间的依赖程度 没有唱歌的自由 不会有摇滚 民谣 爵士 歌剧 流行歌曲等风格的多元 没有打球的自由 也不会有篮球 足球 羽毛球 乒乓球 橄榄球 橄榄球的多元 但是 自由从来不是一种自然状态 弱肉强食原则下的强权原则 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 自由需要人为的力量去创设 去维护 去补育 去教化 换言之 信条身份之所以比族群身份更值得强调 未必是因为对于每个个体它更重要 而是因为它的戏德更加艰难 族群认同是在人性的处境中顺流而下 信条身份则是逆水行舟 这或许才是历史难以终结的秘密所在 信条身份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是因为它在持续地与人性作战排它的天性 党同伐义的天性 信奉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的天性 遗憾的是 使我们爱的力量也常常使我们陷入恨 降低我们与同类交易成本的机制 可能会提高我们与他者的交易成本 当我们把同胞称为兄弟时 可能会情不自禁将他者称为蛮夷 当然 即使今天身份 政治所点燃的政治冲突令人应接不暇 过度的悲观则或许仍是过滤 纵观人类文明时 400年前的宗教改革引发了血腥的宗教战争 300年前奴隶制还在诸多国家盛行 200年前女性几乎没有受教育权和就业权 100年前人们还对同性恋慧莫如深 今天 这一切却都在极具改观 这些微微壮观的进步或许说明 人类具有突破初始设置进行自我塑造的能力 穿过漫长的血与火的洗礼 人类终于慢慢意识到 在各种肤色 民族 语言 宗教的我们之下 还有一个更大的我们 由人之为人的理性与同情心融合 为一个一望无际的整体 自启蒙时代以来 这个我们已经走了很远 或许可以心怀忐忑的期待 他还将走得更远